塔利班贝旨在阿富汗攻城掠地 而且肆意杀戮 女性记者更成为了他们的暗杀目标 前美国总统小布什认为 美军撤出阿富汗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洛克则认为 阿富汗已经是再次的爆发内战 阿富汗记者安全委员会表示 自1992年至今 阿富汗至少有53名记者被谋杀 而且真正数字超过两倍 在保守的阿富汗 从事传媒业的女性 更成为塔利班攻击和暗杀的目标 电视女主播米娜 与家人在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 媒体业界人士说 如果塔利班重新夺权 记者难逃厄运 当年出兵阿富汗的前美国总统小布什认为 美军撤出阿富汗是个错误决定 后果不堪设想 我怕阿富汗女女和女性会会受到伤口的伤口 是一失败? 我认为是一失败? 因为我认为是一失败的 很严重的状况 我认为了很严重 我认为了很多人 和 Afghan女士们 他们害怕 我认为所有人的 interpreters 和人们帮助 不仅是美国人的党党 和美国人 他们就会被人家 他们就会被人家被人家 有专家希望能够通过政治谈判拯救阿富汗 否则阿富汗会被推向内战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较为悲观 他认为阿富汗其实已经爆发内战 我非常恐怖的关系 复活议师 综合报道